Hello 各位B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期视频给大家讲一下 大家看到的这个Mavic Mini 实际上这个Mavic Mini 我在很早之前就买了 并且也给我们小易出了节目 因为我自己本身不太想讲这个无人机 我觉得首先它这套无人机价格比较便宜 只要3000块钱 所以它相比于Micro Pro之类的系列来说 它更算是一些消费级的产品 那么大家如果关注过的话 应该会知道B站上已经有很多的人 在做这个无人机的产品 所以其实我本来没有计划想讲这个玩意儿 不过因为我现在在国外的马拉西亚 由于国内新冠状肺炎这个疫情 形势感觉比较严重 已经被限制航班 就是飞回国内的航班全部被取消了 所以这么长一段时间内 是完全没有办法给大家出节目的 因为我的一些节目都在家里的硬盘上 所以我本来可能计划这两天就回去就出节目 但是现在看情况 我们还要在外面再待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今天下午比较空闲 我就想给大家把这个MARC Mini给讲一下 因为我这两天在马来西亚这边待的时候 也经常用这个MARC Mini 对于这个比较轻小的无人机 我也有一些实际的使用的体验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现在大家看过很多其他节目的话 应该会比较清楚这个无人机 它的一些优点和缺点 我只是说把这两天在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 实际遇到的一些情况跟大家讲一下 它的一些优点和缺点 在你具体的使用过程当中 你是不是需要在意 或者是你觉得这个东西这一点不行 希望能给一些想要购买自己第一台无人机的朋友们做一些参考 首先我当然说它的这个优点 你可以看到我买的是一个所谓的全能套装 就是包括主机遥控器 以及充电管架和三块电池 它是直接放到这样的一个做工非常好的包里面 这个跟其他大疆的无人机都是一样的 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包的话 我只要外出的时候带着这个包就可以使用了 那这个整体还是比较小的 我自己用了一个比较轻便的背包 所以放在里面也不占什么空间 那因为无人机这个东西 讲实话就我在外面捋拍的时候 我会发现就是你需要的时候你是真需要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你是不需要的 所以说很多情况下你就是一直背着这个玩意儿的 那如果是我带了比较大一点的Mavica 2 Pro 那可能它便携性就会比较的差 我在外面使用这套东西的话 不管是说打开还是说收叠 感觉都是非常的方便的 我感觉是非常适合捋拍来携带 那么本身这个Mavica mini的机身就比较的小 跟手机来比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甚至还没有一个手机打 所以说它本身只是一个纯机身的话 那你可能不想带这个盒子 只带遥控器和电源的话 整个这套东西是体积非常小的 当然你直接带这个东西的话 你有可能会要担心说 我这个机翼或者是机身 可能会跟别的东西有些磕缝 它机身这个设计 像MARC系列的一个折叠的设计 展开的时候是非常的快的 而且它整个机身也是非常的轻 它的整体的大小 即使说展开了以后也会非常的小 那G点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这样的话你在起飞的地形的要求就会低很多 比如说我们在外面的时候 可能要在沙滩上去起飞 沙滩上起飞的时候 那你有这样的一个小机身的话 你就可能在这个盒子上就可以直接起飞 或者在你的包上起飞 这样的话沙子就不会进到这个机身里面 因为我之前用的那个Spark坏掉 就是因为它在这个沙滩上起飞 很多的这个沙力 由于这个螺旋桨吹进去 吹进机身里就坏掉了 比如说有时候会在快艇上起飞 那快艇本身甲板的空间是非常小的 它机身小巧它也不太占这个空间 起飞的时候也会非常的方便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机身小巧 一个对于起飞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 因为有些情况下 如果你飞都飞不起来的话 你更不要说去拍了 那么降落的时候 它对于这个降落空间也比较小 同时有时候我也会去使用 一些比较特殊的回缩的方式 比如说它正浮在空中的时候 我可以抓住它的下边 然后这样一扭 就可以强制让这个飞机停机 比如说有些地面可能有水 或者是有沙滩之类的 你不太方便 直接降落在那边的时候 它这个机身比较轻比较小 通过这种方式给它回收的时候 是非常安全的 当然这个技术由于它需要你非常的小心 因为正在浮空的过程当中 这个螺旋桨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如果你的姿势掌握的不太正确的话 很有可能会对你造成伤害 所以说如果你没有什么经验的话 我个人不太建议你像我这样去使用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的话 你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回收 反正是这是一点好处 但是我还是不太建议大家像我这样玩 因为我见过有些人通过这种方式回收 然后手上脸都被划了很多道的口子 好 那我们说完机身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充电器和扬控器 这个遥控器讲实话的话 我个人感觉是跟Spark或者是Mavic Air的话 区别不是很大 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功能上的省略 比如说它前方的波轮只有一个波轮 主要是控制前面的云台的抚养 然后包括中间的这块也没有任何的信息的显示 以及上面的按钮以及拨盘都会比较少 但是我个人觉得对于这种级别的无人机来说 这样的遥控器已经完全够用了 我在外面去使用的时候 没有觉得不够用 因为本身这个Mavic Mini的话 它的一些功能都会比较少 也不需要你非常复杂的去操作这个遥控器 而且新版的DJI Fly的APP 它很多的功能你直接通过触摸屏就可以选择 因为它减略了整个的界面 所以很多的东西你都可以非常轻松的找到 所以我个人觉得自己在使用的时候没有感觉非常的麻烦 唯一我觉得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它虽然说可以这样粘开 然后这边的摇杆是存放在里面的 安装这个摇杆的速度还是挺快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由于我现在用的这个手机算是比较大了 然后我一直觉得就是它这个固定的夹子 并不是非常的合适这种比较厚的手机 我这个是小米CC9 Pro 就是其实你并不能够很好的去完全的把这个手机给夹进去 然后这边的线材也没有什么固定的 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不太安全 不过平时的使用的话并没有说它可能要掉或者怎么样 因为毕竟你在使用的时候也不会到处跑 但是你总会觉得它有点不安全 那可能这个夹子的话它本身是为更小更薄的手机去设计的 也可能因为我的手机本身会比较厚 这个就是有一点点的抱怨 好那么讲一下这个充电器 就是这个充电管家 这个充电管家的话你买这个套装的时候就会直接有 并且是直接送三颗电池 这个管家其实本身并不大 并且它有个好处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前方的话 有两个接口和一个开关 这个开关的话你点击的时候它这个灯会亮 然后会告诉你现在电影有没有充满 然后最右边这个USB的话 它是可以把这个三个电池给当做一个充电宝去用的 所以如果你有时候充电宝没电的时候 其实你也可以紧急的使用这样的一个电源来为你的其他设备来供电 这点挺好的 不过你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个输入的充电 它是Micro USB 这个我相信很多其他的频道都已经吐槽过非常多次了 都已经2020年了 那么还是用Micro USB 所以我在外面去使用的时候会感觉 你还必须要专门带一个Micro USB的线 会有点不方便 包括它这个手柄充电的时候 这边的这个线材也是一个Micro USB 所以如果你比如说线忘带了 或者是可能线坏了 你backup的线就必须要再带其他的Micro USB的线 这点是有点不方便 但是其他用起来并没有感觉哪里不好 整个这套系统也是非常的精简 然后非常的小巧 你安装这个电池的时候就是从后面进行安装 那在机身的后边的话 你也可以看到有Micro SD卡以及Micro USB的充电口 如果你只有一个电池的话 或者是你有四颗电池 剩下的一颗电池也可以通过机身来充电 这个电池的续航能力 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 就是官方说是可以在空中悬停30分钟 那我在平时用的时候 确实发现它从起飞到降落至少有28分钟 所以这个续航的时间我是非常满意的 因为我之前在用其他的无人机的时候 有时候会觉得这个20分钟并不是非常够 因为你准备起飞 飞在空中 你要看一下这个路线 你开始飞的时候也大概就十多分钟了 然后你还要飞回来 对吧 所以这个30分钟的这个续航的时间的话 你如果探路看一些整个环境 你至少也有20分钟的这个飞行的时间 那我在外面去使用的时候 可以往比较远的地方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水域 你要飞过去飞的比较远的时候 你是可以比较放心的飞过去 然后拍摄一些非常棒的画面再飞回来 这个续航时间完全OK 非常非常的棒 这一点是我对于Mark Mini最最最满意的一点 那我们到一些比较漂亮比较美丽的地方 当然都希望自己可以多飞行一些时间 多拍一些美丽的画面 前面这个盖子的话 拆卸起来是蛮方便的 不像Mark 1代或者是Mark 2 Pro 就是你需要调整这个方向 所以其实准备的时候是非常的快 那么它前方的话相比于Spark来说 是一个三轴的云台 所以在空中的这个稳定性的话 会来说更强一些 不过真的很可惜 它这个整个机身上 你看起来前面像是有这个避障 但是其实它只是一个 所谓跟随Mark家族的一个设计 它并没有任何的避障的系统 它只有下方有这样的一个 好像是个红外线的一个避障的东西 所以说这个飞机飞在天上的话 基本上就是有GPS信号的时候 它可以比较稳当的悬停在上面 但是它不能够帮你去规避任何的障碍物 这个就是非常的可怕了 没有避障的话 其实我个人觉得对于初学者来说 是非常的不友好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经验的话 经常在市域外进行飞行的时候 除非你是往前飞 或者是你能够预估整个地形 如果你侧飞或者是往后飞 刷锅的时候 你这个避障系统没有的话 你就真的是非常的心心胆战 我之前炸的两台Market Pro 都是非常作死 就是往后飞 往侧面飞 所以才撞到障碍物的 那么你像这么小的东西 完全没有任何的避障系统 可以说 虽然说它好像面对的是一个 所谓的初学者 但是可能对你的飞行的技术的要求 甚至反而会要比一些专业的 带避障的无人机要求还高 因为如果你对于排斥环境不熟悉的话 肯定会经常炸机 我在外面飞的时候 都是非常的小心的 比如说我们在先本大飞的时候 由于它那边的建筑都不是非常高 因为是个渔村 所以我就先勘探好地形 然后再去飞行 基本上可以保证比较安全 或者避免一些非常危险的动作 比如说侧面飞 或者是往后倒着飞 这些都是非常危险 所以我很少通过这种方式来飞行 除非是我对于现场地形 非常了解才敢这样飞 或者是尽量飞的高一些 比如说海面上的船 它不太可能会高到五米以上 都是一些快艇 所以你可以这样飞 但是如果在一些地形 非常复杂的情况下的话 Mark Mini 由于没有避障的话 基本上任何复杂的动作 都不太好做 最好还是说 在你的市区里面飞会比较的安全一些 没有避障 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同时它的图传也是一个WiFi的图传 这个就跟Mark Air一样 我之前在做Mark Air的节目里也讲过 这个WiFi的图传 断信号的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我在用Mark Mini的时候 我在外面飞也是经常会出现断信号的情况 即使说是在离市区人烟很少的海岛上去飞的时候 即使说村落里面 它可能WiFi信号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它仍然是会在一公里之内 有非常严重的信号的干扰 你可以看到我录制的 这个正在拍摄的时候的图传画面 经常会出现信号暂停延滑断掉的问题 这还是在一些人比较少 环境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好的情况下 都会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你如果是在城市里 那各种信号干扰就会更多 很难想象它Mark Mini的图传的表现会更好 所以我认为Mark Mini 它官方宣称是可以飞到4公里 但是我还是完全不建议各位去飞那么远 大概就是500米800米了不起了 就不要飞太远 否则的话你回都回不来 信号这个问题 我发现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一旦飞的比较低的时候 它就特别容易断 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树木或者建筑 就干扰非常的大 它如果自动返回的时候 它会超过30米 这时候图传信号会恢复的快一点 包括在水面上或者海面上 有可能是因为水域有些干扰 也经常图传会受到影响 它断了图传信号以后 如果你的GPS定位比较准的话 它还是会飞回来 但是我们之前说过它是没有图传的 所以它在飞回来的过程当中 虽然说它会自动升高 比如说默认值30米 那你可以调成更高 由于没有突穿 如果比如说你可能飞到这个楼后面 这个楼正好比30米还高 那这个真的是有点危险了 就是它是完全看不见前方是什么东西 然后就直接撞到上面去 所以你一定要对于现场的情况 要非常的了解 并且能够预估哪些地方 如果它信号断了 它自己飞回来 前方是没有任何障碍的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才能够在你视野看不到它的时候 没有突穿的时候 它也能够安全的返回 所以还是那句话 它对于无人机的飞行的经验 要求还是非常的高的 如果你是个初学者的话 我绝对不建议你去到处乱飞 炸鸡这个事情 真的是不是说着玩的 虽然说它比较便宜 但是毕竟还是几千块钱的东西 然后再说一下大风的问题 我们在这边飞的话 因为阿拉西亚这边很多的海滨城市 就是靠沙滩海岛比较多 实际上风还是比较大 所以这么轻这么小的 Mavic Mini飞到上面的时候 经常会受到大风的警告的影响 虽然说在一些画面当中 你看不太出来 很有可能是因为它三轴的云彩表现比较好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 你还是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风太大 会直接影响到你所拍摄的画面 摄像头就直接歪掉 看起来还是比较恐怖的 相比一些比较大的无人机 它的动力比较强 Mavic Mini在一些稍微恶劣一点的情况下 我觉得不能说是恶劣的 因为你像海边这里本来风就比较大 那么在这种环境不是非常稳定的情况下去飞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会有点不太安全 所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看看情况 如果飞机确实有点扛不住的话 还是尽早飞回来比较好 毕竟直接从空中翻下来 然后掉到海里面 那可你买任何的care你都是找不回来的 但是如果风不大的情况下 它的整个画面的稳定性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这个Mavic Mini的拍摄的时候 有三种模式 一种是稳定模式 一种是普通模式 一种是所谓运动模式 如果你想要拍摄一个非常稳定的画面的话 可以用这个所谓的稳定模式 那么它的这个刹车的距离 包括这个摇杆操作的反应 都会比较的平滑一些 普通的模式的话 我觉得它摇杆 其实还是会稍微有点反应太快 那对于你的给打杆的技术要求 还是比较高的 如果你想要拍摄一些比较快的东西 比如说我在外面海面上追快艇 这个时候普通的模式速度就有点不够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切到运动模式 那么切到运动模式的话 它的移动的速度就会非常的快 但是也是我们刚刚讲过的 就是一旦它飞的快的时候 它其实对于稳定性的要求会比较高 那我在外面很明显的发现 一旦切到运动模式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这个摄像头歪掉的情况 并且由于它速度非常的快 很有可能来不及判断整个环境 比如说一个障碍物 你来不及绕开它的话 也可能出现炸击的问题 所以我个人建议少开这个运动模式 建议还是普通模式用一下 因为平时大家拍的时候 可能很少会遇到 就是速度非常快的一些场景 在拍摄方面的话 这个Mic mini的话 基本上是属于一个 纯入门款 就跟Spark一样 你像一些高级的Mark Air 或者Mark Pro的一些追踪的功能 一些智能拍摄的功能 里面都没有 它是用了一个单独的APP DJI Fly 虽然说它是一个面向初学者的 但是很多这些 对初学者非常友好的拍摄的功能 DJI Fly都没有 基本上是一个纯手动的 一个无人机 所以其实 还是跟我之前说的那句话 它定位很入门 但是其实对于这个无人机的操作的要求 还是蛮高的 除非你对于自己的这个手动技术 非常的自信 因为我平时用这个Mark Pro的时候 用手动用的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用这个Mark Mini 手动去飞的时候 没有碰到什么太多的问题 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 很有可能你很难做出一些 非常花哨的镜头 那你只能又非常单调的向前飞 向后飞这样的话 画面看起来就会比较的枯燥一些 不过我觉得它也正好是一种比较好的练习你手动操作无人机的方式 那如果你想要入门这个无人机拍摄的话 这个Mark Mini它给你提供了功能 我个人觉得是跟Mark Pro的手感是差不多 甚至我会觉得它可能会针对于初学者来优化了一些摇杆的操作 我觉得比较顺化一些 然后我们就说一下这个画质吧 这个画质由于它本身的底比较小 我怎么讲呢 就说能拍到 但是拍的不好 就相比于你用了一英寸的Mark Pro来说 那真的是画质算是比较差 你说它比手机的画质好吗 并没有比手机的画质好 因为现在手机都有什么堆战 都有一些计算机图形的计算 实际上手机拍摄的画质现在已经非常好了 我之前也做过一些节目 那么在没有任何的计算辅助的情况下 这个Mark Mini不管是拍照片还是拍视频 我个人觉得的话就只能说中规中矩 拍照片的话 我拍了几张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你缩小的时候 你看的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你放大一看的话 就会觉得这个画面画质 也就真的是几年前的手机这样一个画质 它也没有长曝光 也没有包围曝光 所以在一些大光笔的情况下 会非常的捉襟见肘 尤其是逆光的情况下 比如说我们在西门大 它这个云非常的漂亮 但是它云虽然说已经到夕阳下了 但是它还是很亮 在逆光的情况下 你拍这个村落的时候 你会发现下面都是一片黑 这个你只能够通过一些手动的方式 去包围曝光来拍摄多张 而且你只能拍摄JPEG 那视频拍摄也是一样的 虽然说它有2.7K 但是它没有4K 也没有120P 也没有Cinelike 也没有什么420P 所以你就不要去想说 我可以拍摄出一个 可以后期有很多的调测空间的一个视频 我在外面拍的时候 发现这种比较特殊的拍摄的情况 你基本上只能够拍摄一个感觉了 我能够拍到比较好的视频 一定是它的光线也特别好 光线的方向也很好 曝光控制也很好 因为它没有手动曝光 只有自动曝光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考验 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 你才能拍摄比较漂亮的画面 比比较小 夜景就不用说了 拍了照片的画质 我看基本上也没有办法看 所以我也就不给大家放样片了 因为夜景的时候 你本来这个视野就受限 你还把这个无人机飞到天上 这个本身就有一些危险 所以我建议大家在晚上 或者光线比较差的情况下飞 不过因为我们大多数飞的时候 都是在光线比较好的白天去飞 所以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因为毕竟相比手机来说 它是能飞在天上的 你飞在天上的时候 你能够拍摄做很多 你看不到的这些画面 比如说我们在亚币的时候 由于肺炎的问题 然后封掉了很多的地方 那一些清天寺什么都不让进 但是你无人机可以飞进去 那你就可以拍摄出很漂亮的画面 这一点的话 相比手机它是还有很大的优势的 如果你只是像我一样 这边出来旅游拍下 来增添一些非常特殊的画面的效果 就像GoPro 或者Osmo Action一样 你可以下到水下 为你整个比如说旅游的视频 或者Vlog增添一些情趣 它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因为好帮你出来玩一趟 对吧 那你拍摄的画面更丰富的话 大家都会比较的开心 所以画质方面我觉得够用 能飞上天上拍的好的画面 但是不要期待于 它能够为你带来一些后置的空间 基本上这个Mark Mini 我想要讲的一些实际的拍摄体验 都到这些了 那值不值得大家去购买呢 我个人是这么想的话 因为这个东西 它虽然说相比其他无人机来说 是蛮便宜的 一个套装的话 我记得我买的时候是3000块钱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就是可能你买一个两三千块钱的镜头 都要考虑再三的人来说 这个Mark Mini真的是不太建议购买 除非你是真的说 我之后有意想说 我想要在这个无人机方面 给自己一些练习 或者是已经非常确定 我买这个东西 能够为自己带来一些价值 那买它的话 作为这个价位比较低的无人机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相比于Spark来说 Spark我觉得 它也就只是能够飞到天上而已 但是它一些其他方面的功能的话 跟Mark Mini比的话 还是稍微差一点 而且毕竟它是几年前的这个机器了 续航能力也是比较的差 那整体看下来的话 我带着这个Mark Mini在马来西亚这一圈兜下来的话 我个人可能认为 就是这个机器应该是市面上唯一一台 最适合捋拍的一个无人机的 虽然说它功能没有那么多 它可能避障的性能没那么好 但是它又轻又小 然后续航能力又长 并且一个3000块钱价位 你是有这样的一个套装 有遥控器的 如果你真的只是就说捋拍玩一下 来为自己增添一些乐趣的话 这个Mark Mini是非常非常值得去选择的 但是你选择的前提 你要记得 由于它很多的功能没有 所以其实对于你拍摄无人机的技术的操作要求 是非常高的 远远超过于普通的初学者的要求 所以一定要记得 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 最好是多练习一些 多炸炸机撞撞东西 才知道哪些飞行的方式是比较安全的 哪些飞行方式是比较的有保障的 那你买这个Mark Mini 应该会用起来非常的爽 如果你手头比较紧的话 我还是不建议各位 就是花这么大价钱去买这样的一个无人机 因为没有必定保障的情况下 你操作不好 这个机器炸了就没有了 这个真的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损失 所以各位还是要看自己的这个消费能力 那如果你是属于那种对于几千块钱花起来不在乎的人 那真的这个Mark Mini是非常非常好的 适合铝拍的无人机的一个选择 我是真的非常喜欢这个无人机 Mark Air我都没有选择 我就买了这个Mark Mini 就是看上它 续航能力 也包括整个体积 机械功能 对于铝拍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其他的一些拍摄性能的话 你连带都带不过来 起飞都起飞不了 那你就不要说那什么4R20比特 什么Cinema Like Dlog之类的东西了 好吧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边了 感谢各位收看